三叉湖是一座人工湖泊 是四川省的第二大湖泊 因其湖面及周边风景优美 被称为天府明珠 也有称它为成都后花园 在湖泊的四周 依三叉镇名气最大 来三叉湖游玩观光的人 大都会到三叉镇上去看一看 但在湖边 这里还有一个少有人知道的小镇 过去这个乡镇的名称叫新明乡 现在这里在2019年 新明乡与丹景乡合并了 现在这里叫丹景街道 就是近些年龙泉山上 非常火的一个网红景点 丹景台所在的这里 不过丹景台距离丹景街道 还很有一段距离 今天我们就到三叉湖畔 这座小的乡镇 新明乡来看一看 好悠闲的休闲方式 新明乡街道所在的这个位置 是被三叉湖三面所环绕 现在我们先到新明乡的街上去看一看 待会儿我们再到新明乡 街后面三叉湖所环绕的风景 这里建长的时间不算久 也就是五六十年的时间 新明学校是这里唯一的一所九年制的学校 乡村气息非常浓厚的小镇 不敢长的时候 用当地人的话说冷长的时候 相对整个街上比较冷清 人流量也比较少 比较亲近 新明乡没有太多的介绍 我们主要就是带朋友们在新明街上走一走 看一看 领略小镇的街景 在过去交通不便利的时候 像这种新明乡的这种城镇 是比较偏僻的 主要的产业也就是农副产品 赶长主要交易的也是一些农副产品 刚刚我们走的那条街叫新湖街 与新湖街相连接的这条街叫古湖街 比较有特色的一条街名 两条街交汇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市场 是新明乡的一个农贸市场 现在这里面已经下市了空荡荡的 在赶长或者是早上的那个时间段 这里是整个街上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 阳光下的小镇显得安静 农村小镇特有的乡村体系 在这里很浓厚 前方这个位置是几条街交汇处 相当于是一个花园的转盘 古湖街是这里比较老的一条街道 也是新明的一条商业街吧 街上的房屋不高 普遍在两到三层左右 四层或者是更高一点的 在这里都不多见 但在老街的外面 新建的那一边 大都是高楼 由于靠近三叉湖 所以街上的树木都比较茂盛 走在下面 阳光都很难穿透下来 喝茶是小镇上特有的休闲方式 不管规模大小 茶铺里面总是那么热闹 街道旁边的小巷子出来 外面全是清脆一片 迷岭的后面是三叉湖 被高大的树木所遮挡住了 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丹井山 小镇上的人聊天都没有秘密 声音在整条街上回荡 现在来到的这条街叫银棚西街 应该是小镇上前些年 新形成的一条街 来这样的小镇最好的时间 还是赶长的日子 今天天空的色彩很美 现在我们来到了小镇的外面 整座小镇就在我们前面看到这片 迷岭的旁边和后面 很有代表的四川农村乡镇 我们眼前下面的这片是那种比较矮的平房 从这些平房的规模来看 居住在这里的人应该不少 我们去下面也看一看吧 应该是临时居住的一个地方 房屋的下面也有一些人坐在一起聊天 很多的梧桐树 出了喇叭的声音 这里很安静 刚长出来的树叶很嫩很新 从这里的居民口中了解到 这里居住的人大概有一千多人到两千人 居住的是临时搬迁户 田径静密的乡村小镇 显得挺美 依活而存的新鸣 我们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